国庆倒数工作人员 忙着架设舞台 还有人模拟当天流程 维安更是滴血不落 劳团酝酿当天还要上劫抗议 我们接下来绝对会 集结更多的劳工 来进行抗争 不只劳团反一例一休 蔡定贵等独派 也要呛双十非国庆 还有爱国同心会也要来 警方们周遭中山南路 国庆日当天管车不管人 抗议团体可以在这边表达诉求 国庆维安设下三层天罗地网 外卫区警服门与衡阳路 是不少团体选择乘航地点 国庆筹委会规划 红到国中可让民众地成情书 中卫区在南北广场设置安检门 内卫区是总统府制高点 安排狙击手 斗石博安特区 1500位警力投入维安 国庆日当天南北广场 都会架设安检门 但提醒大家 尽管当天有可能下雨 但还是不能使用雨伞 如果当天真的有下雨 我们还是希望来的贵宾 能够自行准备透明雨衣 有邀请函才能到国庆中卫区 南北广场设安检门 得通过员工与电演才能进场 参与国庆禁止带超过30公分物品 包括背包 雨伞与自拍棒 棍棒 刀与气球都不能 内卫区制高点 临时指挥所已经架设完毕 主舞台与总统府 到时也会有狙击手进驻 枪响侦测器更随时监测 蔡总统第一次主持国庆 抗议团体扬言遍地开花 层层为安将团体们 阻绝在最外围 但邪欲盟友反扑 对民进党伤害恐怕更大 记得全家林家园台北报道